哈喽,我叫Kenji,你叫我肯是 有个朋友你给我乖耶 准备倒数,准备倒数 现在是12月31号 然后11点59分 我们现在准备倒数新的一年 12年了,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要做什么呢? 新的一年,新的一天 就要有新的空气,来我们呼吸 新的一年来做最重要的事情 那什么呢?那就是 新的一年当然去睡觉了 不用睡了 9点哦,12点了耶 Good night 开玩笑的,看这一部影片呢 你其实是回复着我2020年 之前做过的东西 我不习惯在自己面前 在常识,习惯,学会 在镜头面前说话 这一个频道是完全记录了 我的人生 可能5年后再看回这个影片的我 原来现在的我,5年后 看回那个自己的影片 我觉得是,我在2019年我剪了两部电影 这两部电影都 幸运有被上影 他上影他票房拿多少的时候 演我都是没有分红或理论 像这两部电影,当然 我觉得不错 起码有被上影到 上影了过后呢,我就进入了MCO的金框 然后直到我2020 2014月6号我就开始拍了我自己的第一部影片 就是我已经闭在家里面很闷很闷 然后我就开始尝试去拍片 趁你没有东西做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面对镜头去说话 人生中第一次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的 也在我大约的时候呢 我在做影片的当时 我也在设计了我自己的影片 因为当时我之前那个问题就是 我心脏痛跟我的胃痛 然后够当时就躺在沙发的当时 我就在想 我是不是就这样子 我一台的呢 我的人是 我觉得我太多梦没有做 做了,于是我就把我的牌子 logo给创立了下来 然后就叫character 蛮好的,我拍了 Jason,然后去设计这个牌子 当然这个衣服第一款 可以说我经历了很多 我也学会了很多 原来做一件T-shirt 是可以学到什么叫一模一把 一个size 也要分就一笔的价格 不妨你们可以去支持一下 因为Biting季那边 我们是用了很多的时间 因为有时如果我们有工作的话 我们就没有去设计了 本身不是做衣服设计的嘛 都是做后置公司的 后置公司去做衣服 其实还是有一点的难度 我的梦想我可以尝试去学习 如果你们有兴趣跟我合作 做衣服是一个 对我来讲我是由零台去学习的 做什么啊 包括我连拍这部影片 我都是由零台去学习 所以我是不屑于你们的酸 7月开始我就已经慢慢的预售 我预售的成品没有到很影响 我还有很多存活 有人问我 为什么你不打广告你 就是因为我觉得我们设计很慢 而且我也讲 因为随便设计一个lok 让你们穿 因为我使用每一件的T恤 都是有自己的含意在里面 当然当然 档节目 当然我要谢谢一个背后的一个艺人 2020年我们也开拍了一档节目 像这档节目呢 让我们去参与这个东西之作 但整个感觉是还蛮不错的 接下来会开拍实际的 是关于爱打王者的你们 然后由他来去做 而我只是去执行一个这个 这档节目的 像我这一档节目好不好 就看你们觉得好不好看 对我而言就是 2020年我学会了拍影片 自己去自己的影片 不过跟创了自己的牌子 人生真的不懂明天的事情 有时你会觉得 诶我活到了今天 其实你已经赚了一天 你问我原来没有伤心的事情 我有黄红森离开的 原来他的离开有让我伤心 其实我跟他真的不是很熟悉 但是不知为何 我有一种莫名的伤心感 他的离开 他有一双鞋子 他穿过的 在我这里 人生好化学哦 可能你永远都不懂 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鞋子 我很感谢他们当时要丢掉的时候 我就说了一句 鞋子我要 然后我就当场就叫他签名给我 这鞋子我肯定收入了 只能说这鞋子我把它当成一个纪念 先谢谢你当时签下的这个东西 你的离开真的让我觉得 人生永远不懂明天的事情 可能就这样子就走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活下来 每当睡觉的前几天 你都觉得你们是赚了多一天 你活下来是最大的幸福 现在的疫情当道越来越严重了 我可以问心一句 我2020年里面 我出过最远的门 应该就是拍摄 我去了Ecore World 就是拍了朱浩仁 当然在2020年里面 有遇上了很多不开心的事情 经济上的问题 疫情的关系 所以导致到很多人的生意上 不是很理想 所以希望在2021年的时候 它问回2020年的经济上的问题 看到这个影片过后 我觉得应该离华人信念是不远的啦 也希望这部影片 可能真的有让你启发一些东西吧 如果我们有机会 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